有的时候 我真的很想回到十六年前 回到莲花五 哪怕是一扇梦 我也不愿醒来 我有预感 他这次肯定会把云辰不知处 搅得一团乱 阿仙生性活泼 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父亲比也经常这么说 姐 你和父亲总是帮他说话 他那性子是改不了了 到了 再说了 咱们云梦将士 本不就教导 要最心自在 不知道采医阵 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你满脑子就想玩 阿诚 嘴里念叨他 姐 你看他 姐 你看 阿姐 你看他 可心里 我是担心你 小丑 还是挂你着 我没有 巫苏来世的人 打他 我用先去 怎么受得了你 志姐 你看他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也无限 不许喝酒 我就要喝酒 再说了 小卓怡情 凭什么你不许我喝 你 像你这种标准 还没有人受得了你 等你将来做了家主 就做你的下属 就像你爹和我爹一样 这巫苏有双臂算的 咱们云洞就有双结 江城 回来就好 哎呀 江城 我执意要保他们 我就保不住你 干什么 好了 你们两个 江城 很难 魏无羡 你给我说是说的 这么回来 江城 不在意的多这么 你这一位 魏无羡 你还不骑出 现在的局势吗 为什么 江婉婷 为什么 不是要打吗 打呀 放不住我 就气了 忘了吧 虽然我知道 以你的性格 肯定会一直记着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